郭文貴先生有名的 這先生們 郭文貴先生有名名 今天因為這個話沒有說完 想對這個台海 臺灣海峽這個危機 想做一個危機管控 危機管控呢 想避免發生硬碰硬 美國和美中關係發生硬碰硬 這個我希望呢 拜登總統 還有這個 安東尼 這個布林肯 還有沙利文 還有這個防長呢 這個 把這個做一個管控 因為呢 中國的國防部長魏鳳和呢 這個 逼出來了 這句話呢 在臺爾問題上 這個問題上呢 中國是不惜一戰 不惜代價 一定要打到底 然後 這是一個底線啊 這底線思維 第二個呢 就是聲稱的台灣海峽 不是國際海域 這是一個 納斯 納斯 這兩個都是一個納斯 納斯國裔啊 這個一個陷阱 這個就是給美國打招呼 這主要是給美國打招呼 也給日本打招呼 希望呢 希望呢 這個事情呢 奧斯丁也好 不要在這裡最近呢 已經馬上就要到中期選舉了 希望在這個問題上呢 不要交勁 不要一報還一報的 一個惡性的一個 一個 一個試探底線 沒有意思 這個將近你要換個 換位置來 咱們這個 換位思考一下 如果中國的飛機 中國的艦艦船 跑到古巴 跑到美國加門口去 去 去這樣子強行通過 美國會有什麼感受呢 啊 同樣的道理 我們喝 九千英里的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以外 美國現在跑到 跑到台灣海峽去 耀武揚威 去這麼 去台灣海峽過一下 對美國中期選舉 有什麼 加分的地方嗎 能證明美國就是強大嗎 就證明美國 你中國強大 我美國比你還更強大嗎 這個就叫做 冷戰思維 也叫做一個 那是陷阱 兩個 囚徒困境 叫 囚徒困境 這個是 美國有 有那個能力 在台海去 跟中國去打一仗嗎 現在不可能 現在的真正的形勢呢 現在我們已經 現在是 真正的形勢在台 這個 中國這個東風導彈 現在 21月17日 已經完全 控制了第一島鏈 第一島鏈 第一島鏈 航母進去也好 艦船進去也好 這都是 這都是 老虎屁股啊 摸不得 你不要以為 在挑釁它這個底線 它跟你 跟你 說出這個 說出這個 這個 對美國有什麼好處呢 難道就是說 我就要看看 看看你怎麼 我把你激怒 激怒 激怒 激怒也好 對美國有什麼好處 不激怒對美國有什麼好處 爆發了 台海戰爭 在那裡打了一架 大家丟過臉 你讓 你將來要合作的 你要是預計 因為 美國的軍艦 奧斯丁 奧斯丁也好 都 作為美國的軍艦 都一定要為 美國的未來的建設服務 要為美國的經濟發展服務 我們經濟搞個經濟就是要搞合作 我們將來 不是要 美國未來十年 不是要去打仗 十年不打 十年就是搞建設 十年不斷搞建設 而且 這個軍事的開始要縮減 而不是去加強 因為 我們沒有必要 美國沒有必要在那麼多地方 我們做世界警察 誰給美國出這個錢呢 誰出錢我給誰辦事嗎 你不出錢 你去做這個警察 美國是勞命傷財 自己的家 自己的 管了別人家的錢事 荒了自己家的錢地呀 你自己家的建設沒有搞好 對吧 所以這個呢 我們就要做 叫做 信用 國際信用 很重要 信任很重要 信用什麼建設 事不宜無差 拜登對習近平講 不搞對抗 不搞 不改變形式 不搞對抗冷戰式思維 你這個 去跑到 台海 台灣海峽 去通過 你是無害通過啊 你還商壹章 你軍艦到那去通過 有什麼意義呢 你就是搞冷戰嘛 這個就和我們 我們拜登 承諾的 那個 自不亦無益 這不就是衝突呢 誰願意看啊 親者痛 仇者快 台灣那些搞台獨的人 願意兩岸打仗的人 願意中美搞對抗的人 他們快樂 誰倒霉啊 美國民眾倒霉 美國民眾解決不了 經濟危機的問題 貿易談判 貿易合作 這個能不能解決 這個只能加劇 不能解決嘛 所以我們要改變一下思維 思維方式呢 你做出這個威脅 鷹派這個動作 你這麼做一下這個動作 大家就相信美國能夠支援 台海打仗打起來的時候 美國能夠介入戰爭 能夠支援嗎 這個就是小兒科 他就說 做個演員就 哲連斯基在那表演節目一樣 表演這個 拿那個 拿那個這個這個 烏克蘭人命在那做輔助 這個是有什麼意義呢 你美國的軍艦跑到台灣海峽 去穿走那麼一圈 美國經濟 對美國的股市有什麼影響 對美國經濟有什麼影響 這就能表明你什麼意思嘛 你能表明兩岸打起來的時候 萬一你只能激怒中國大陸 武統的台灣的信心 你一旦打起來了 你美國敢介入嗎 烏克蘭就是一個例子嘛 美國有那個時間 有那個力量 用那個人力去介入台海嗎 沒有 這個就叫花拳秀腿 就是演戲 就哲連斯基那個演戲 這種演戲沒有效果呢 效率就是生命 沒有效率的事情 千萬不要再幹 美國幹這種蠢事 在朝鮮打了一仗 然後在越南打一仗 在阿富汗打一仗 這都是沒有效率的 沒有效率的東西呢 弄得越來越多 對美國的經濟呢 為什麼走到美國經濟 現在到了現在這個地步 就是幹了很多這種蠢事 無用功的事情 浪費納稅人的錢財 耽誤美國的介紹 因為下一步 你考慮這一步棋的時候 博弈的這一步棋的時候 我們考慮得罪了 跟中國這個 這個這個毛澤東冷戰的衝突 對美國的下一步 經濟合作 經濟發展 有沒有好處 這個脫鉤也好 經濟合作 你脫得了鉤嗎 所以這個情形 就把美國綁上了這種 把美國自己 就這個過這個台灣海峽 就是拿著槍比著自己的腦袋打 對吧 你讓逼的人就去打這個槍 打這個 宣發這個槍 美國沒有逼要去挑事 去惹事 因為現在 美軍也不要去做這種勞命傷財 虛張聲勢 虎架虎為的事情 你這個是個真正的威脅嗎 是個假的威脅 你能威脅 你說你 你太太爆發戰爭 你會 美國會參戰嗎 會打仗 會介入嗎 這個東風導彈 現在 反阻止 接入 反阻止 接入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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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線 你就肯定 就專門打航母的 專門打軍艦的 你想 烏克蘭打 俄羅斯那個軍艦 那個那個 穆斯科號一樣 這個 就是個活靶子 有什麼打不了你呢 你給軍艦 要哪一個 你 你過一下 這個 對美國 這個經濟 對台灣 有什麼好處呢 你給台灣 讓台灣就更 更長得志氣了 台灣人就可以 幫著這去叫嚣了 台灣的命運呢 不是在這兒 而是在和諧 怎麼樣和諧呢 變危機 為轉機 這種危機之後呢 把這個 我今天上午就說了 對吧 這個 這個叫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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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呢 這個叫 搭電車 就 怎麼叫搭電車呢 現在 美國要搞建設了 美國建設 這個就是一個 一個經濟增長點 就是 如果我們 我們的 希望啊 我們希望呢 美國把經濟啊 集中經濟 搞建設 搞美國的建設 基礎建設也好 啊 可以 那個 生產力發展 就集中力量解放生產力 因為現在到了 這個 美國的生產 那個 生產力的水準呢 已經到了 啊 令人 令人感覺到比較的 有非常擔憂的情況 現在 現在 通貨膨脹 主要就是因為 經濟現在沒有搞上去 美國的經濟生產力 沒有搞上去 生產的活力 如果生產 市場很流通 像中國大陸 它害怕通脹嗎 通脹 這指數很低嘛 因為在不斷地生產 因為現在是 美國在不再生產東西了 沒有 這產出了 光花錢 那當然就會 膨脹了 貿易呢 這個貿易呢 是要 刺激呢 調整價格 和匯率的 所以 戴琪呢 抓了芝麻 丟了西瓜 不懂得搞經濟 戴琪呢 她是 我不知道她學什麼的 學法律的 她是學什麼的 她不懂的 我覺得她不懂經濟 這個經濟的話 你一定要 就圍著 美國的發展經濟 而不是說 我考慮了美國的 工人的利益 收入 而這個比較差距 勞動力上 因為這種 正是因為的 美國的 這就是 落後生產力 需要先進的生產力 台灣的先進的生產力 包括 半導體原件啊 原機產 要帶引進來 這個叫做 黏魚效應 你要帶動 美國的落後生產力 來發展 而不是說 還怕競爭 就是因為 台灣的 台銀電也好來 或者大陸的 基礎電車來也好 或者是5G 到了美國來也好 這都是帶動 和刺激 美國的落後的生產力 向前發展的 改變的 就要改變這個 這個生產力的 這個是一個 這個才 這個是本 現在減免關稅 這是個標 就是個表面現象 本質就是要 要 這個 要搞改革了 要發點生產力了 要 要 要 這個 這個講來講呢 就是 每個 台灣為什麼要 要 動員 台積電去那個 去美國 去投資 去設廠 去 帶著培養 培訓工人呢 就是 搭電車 因為我們 不是一個 就是說 今天我們講的 就 非洲那個 牛林 過那個 過河 就 裡面有很多 鱷魚 它為什麼要 要過河呢 因為它 這個 有危險嗎 肯定是有危險 裡面有很多 鱷魚 就飢餓的鱷魚 想要吃 吃掉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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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有危險也要去過 因為呢 你可以讓大部隊 來通過 為什麼 為什麼 講這個 我們說啊 為什麼 希望 台積電能夠帶個頭 希望 鴻海能帶個頭 就是因為 希望有 更多的 這個叫 驗型道理 驗型 就是一個 一個驗子 大驗子 頭驗已經去了 那麼 帶動一個產業鏈過去 帶動一個產業鏈呢 還帶動 不但是帶動 台灣的產業鏈過去 還要帶動大陸的產業鏈過去 這個 人多力量大 海納百川 而不是指 美國靠自己的力量 靠自己一國的力量 或者搞 或者是閉門鎖國 或者只靠自己 這個 這個 自己的 幾個朋友的力量 這是不行的 就像大清皇朝一樣 那搞那種 閉關的 閉關鎖國的 這個經濟 是搞不起來的 要搞這個 要搞這個 這個 這個 就是 大聯合 而且呢 就叫做呢 什麼 不拘一格 將人才 就是 廣泛招商 不挑肥減壽 能來美國投資的 你是 大陸的也好 美國也好 俄羅斯的也好 印度的也好 不都是一樣來嗎 都是賺錢嗎 誰賺錢 對美國 誰能夠把美國這個 這個 市場搞活 這就搞活了嘛 誰才是 真正來幫助美國 真正幫助美國的 來是來到美國來搞建設的 不是 僅僅來買武器 這叫幫助美國來搞建設 這個就完全的 搞錯了 這個叫做 就是我們的 糊塗眉毛 就抓住了糊塗眉毛 沒有抓住這個要害 沒有抓住美國 經濟發展的主要矛盾 主要矛盾是什麼 落後的生產 解放落後的生產力 包括我們的小商品 將來小的市場 配套市場 我們把美國像 辦的 美國有這麼大的面積 而且還要帶動整個 中南美洲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資源 你怎麼能夠起到這個 將來美國在這個 大美洲這個經濟圈裡面 怎麼能夠起到一個 中流砥柱 這麼像 就像一個大中國 在歐洲和這個 歐洲和這個 歐洲和這個 亞洲這個市場 歐亞這個大陸的一個市場 有這麼一個中國 那麼南北美洲 有這麼一個美國的 美國的經濟沒有發展起來 而最後 最後 拉丁美洲這些國家 被中國 所帶動起來了 這個時候 情何以堪呢 美國 美國作為搞經濟的 美國總統也好 美國這個貿易部長也好 美國搞經濟的 葉倫也好 國會議長也好 我們經濟沒搞上去 我們怎麼能對得起 人民對我們的選票呢 所以說這個問題啊 這個叫 我們如果跑到台海去 去挑釁中國 這個叫做懦夫 懦夫博弈 你挑釁一下 就證明你是 你就是強者了嗎 你過一下 你就是 那個 沒有 我過來了 你怎麼得挑釁 你大陸有 你打呀 你打呀 這個就叫吃飽了哭 這個的 你打呀 你打呀 就是一個 這個就是 一個低字 數字很低的 低字人 這個 這個就像 叫做什麼 有一個 有一個故事 叫做 歷史 中國歷史有個故事 叫做 有三個那個勇士啊 打仗很厲害 天下無敵 各個人 但是呢 他不 就是說 他對國家的 也不是 也看不起 他任何人都不把他 他都不放在眼裡 他確實是很能打仗 但是呢 對國家也是不威脅 最後 這個叫 這個叫 英燕 就 出了個主意 要把它除掉 就用了兩個桃子 給了三個 三個這個 這個 這個 能打仗的那個將軍 最後 他們就 因為 因為 這兩個桃子 第三個他們的腦子 就分不過來 為了這個 榮譽 為了爭 誰也吃不上桃子 誰好像就是一個弱者 就會看不起 看不起 三個都自殺了 這個叫做懦夫 懦夫 博弈 我們不要這種 這種是那些事情 台海這種 為 將來 我現在為什麼今天晚上 我要講這個事情 我擔心了 因為擔心什麼 擔心現在美國正在終極選舉 你把這個注意力 把這個 美國選民的注意力 引到台海 他要怎麼看 選民看到中美之間的矛盾 對拜登政府 就更沒有信心了 因為看到你的矛盾 不斷搞衝突 而看不見你們合作 看不見合作的成果 什麼叫做合作的成果 搞建設 看不見對美國的 美國經濟的建設上 有什麼 激激的作用 你看也看不到台滿 現在這個 台積電呢 大公共的 台積電 要來美國 並不是你台積電一家要來 而是帶動產業鏈 這整個鏈 產業鏈一鍋端 包括鴻海 包括現在下游的這些企業 這個對美國才有力量 否則你和那些移民 墨西哥的移民有什麼區別呢 那些移民就是為了到美國來 乘飯 就是來乘飯 就像羊群一樣 過喝這個討飯吃 想改變自己的現在落後的情況 你用什麼來改變呢 到了美國來 看到美國生產力也搞不 沒有生產的東西 國民經濟生產力沒有起來 沒有生產的結構 沒有一個良性 沒有進入一個良性循環 能進入高端的 現在有多少人 搞科的高端 搞信息 搞成有多 而大部分人 都是在低端 在從事中低端的一些產業 而這個中低端的產業 現在已經 從美國這個環境已經生存不了 搞中低端的企業 或者工人 這些企業 和員工 所以這個生產力就沒有 沒有你這個生產力 就一灘死水 對 這裡呢 所以呢 你現在是要 美國要 要幹什麼 目標是什麼 What's the goal My goal is simple But the ambition 就是要發展經濟 就是要搞 我的目標就是要搞 美國的大經濟圈 就是要搞特區 摸著石頭過河 找出美國的辦企業 這個立足點在什麼地方 這個經濟增長點在什麼地方 我缺的是什麼東西 我的那個 輕工業怎麼發展 我的重工業 造船啊 它的造船 要不要發展 能不能夠把現在 烏克蘭的這些 濫民中一些 有技術的含量的人 有能夠創新的人 招向那派嗎 到美國來 將來為美國將來的生產力 造船業 還有建築業 他們貢獻出一些智慧 這些人的素質 比這些 中南美洲來的這個 移民 來的移民也好 難民也好 比他們的速度要強得多了 所以關鍵是你 美國有沒有這樣一個 沒有摘好 沒有摘好梧桐樹 怎麼來引來經瘋狂 它是經瘋狂 它到你這 落不下來 沒有這個樹 沒有梧桐樹 我們現在就是要把梧桐樹 這個基礎工業建設 梧桐一瓶啊 還有這個城市環境啊 配套設施啊 配套設備啊 搞好 這才是為了將來的美國的經濟發展 打下基礎 當然啦 我是做管理的 我不是說 做設計 不是說我來了 就能夠 就能夠帶動起這個 還是什麼 但是我們有這樣的人 有這樣的台子 有這樣的資源 但是現在又是 現在又面臨著危機 這個危機就是通貨膨脹 通貨膨脹是因為 我們經濟沒有發展起來 經濟發展是因為 我們的資源配置不合適 資源配置不合適 你現在想來美國發展 找不到發展的平台 這個就叫做 把經濟呢 把美國的經濟都放在外交上 去和別人去吵架 去爭那個霸權 爭那個虛擰 虛擰 為了自己顯示自己 有這個主導權 控制權 結果呢 拿出來的囊独羞涩 你去要 既然要主辦這個 影響東盟 結果拿出1億美元 這個零頭都不夠 所以那個還不夠 就是大家一看 就把美國的實力看穿了 所以美國來講呢 這個叫虛張聲勢不行的 要搞到實在的東西 這個信用呢 國際信用很重要 這個信用就是 你能說得到 還要能做得到 怎麼樣才能做得到呢 就是首先我們要把自己的見識好 就像你一個人 對吧 你自己搞不好自己的家裡都搞得亂七八糟 雞飛狗兆的 這個 欺離子散的 你怎麼能去帶動別人去相信你 能夠搞好一個國家 或者搞好一個盟國 盟國跟著你會有出息 這個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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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叫 我們剛才說了 現在就是要培養一個志願者 培養啊 能夠到我們美國來的 帶動先進生產力 我們需要這樣的力量 誰願意啊 蔡英文 表現得那麼中心耿耿 對美國中心耿耿 包括那個 蕭美琴 你把 不要說空話 你不要賄賂幾個人 而是要帶動 帶動美國這個生產力的一條線 你產業鏈帶過來 你包括你人帶過來 我們這樣的來講呢 從你的帶過來這個情況 後的 帶動有後 這個 有帶動效應 有燕群效應 然後才能跟著來 首先要有種子嘛 我們就是要做這個種子嘛 這個種子 台積電 我們就先要做個種子嘛 就把這個種子種下去之後 大家能夠看到你能夠賺錢了 人家這個就會有了 邊際效應 就會有外溢效應 對吧 人家就會跟著來 中國不來也好 日本也來 日本也來也好 各個國家都投資美國了 你這樣的產業 人家才會有信心來投資美國 人家看著台積電在這裏 一個光桿司令 張東華山辦了一個辦公室 蓋了一個辦公室 要了那麼多地 這個叫做雷聲大雨一點兒小 看著這樣子 大家都知道到美國來投資 那就是一個陷阱 那是一個死亡的給自己 挖的絕母人 那怎麼能 那怎麼 其他的企業怎麼敢來呢 你要首先你要保證 千方百計 美國政府要千方百計 敢於同一個吃螃蟹的人 要讓他們能夠活下來 能在美國活下來 而且生活的 生活的比台灣還要好 投資環境還比台灣還好 因為台灣要資源沒有資源 要電沒電 要水沒水 三天打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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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天曬網的 所以這樣子呢 就要闖到營造這麼一個環境 政府是幹什麼的 這個執政黨是幹什麼的 就是闖到一個 經商、營銷、市場 流通的一個環境 有了這個環境 你搭好這個台子 有了這個舞台 有了這個企業 才能有工人去幹活 現在美國是一個什麼呢 就是經濟危機 就是大蕭條 就是1933年這個羅斯福預言的大蕭條 我們現在就是要把這個大蕭條 就是要用政府這個手 看得見的手 把這個生產力 把它調動過來 怎麼調動過來 我不是用羅斯福是用的 珍珠港那個事件 激起了這個 這個參加了戰爭 就戰爭 有這麼一個戰爭的力量 就帶動美國的軍工產業 和各個房業去活了 那現在 現在我記不 現在烏克蘭 烏克蘭確實是 把這個美國的軍工產業 給帶動一些 但是這個問題 實在是影響了 能量太小 帶動的能量太小 而且讓他這種戰爭又沒有打贏 沒有打贏的結果是什麼呢 美國就虧本了 戰爭就是一個一個賭博 也是個博弈 你估計你要讓烏克蘭打贏他 就是美國就把烏克蘭 把俄羅斯打敗 但是俄羅斯他沒有打敗 他不可能打敗 這種鴨寶的 一開始就拿過制裁 我就從各方面來 來配合你的 吉林斯基打敗俄羅斯 讓俄羅斯再衰敗下去 讓他保持一個冷戰的 冷戰的一個態勢 結果現在俄羅斯 適得其反 原來看著美國各方面 軍國的商業和什麼也都 美國是大賺了 現在看著美國 不斷往裡頭 一個400億美金 這個一個無頂洞 吉林斯基就是一個無頂洞 消耗進去 所以又還不起 美國又在陪著 歐洲也在陪著 整個經濟打亂了 所以最大的輸家 是烏克蘭 其他的 包括美國都是輸家 歐洲也是輸家 那個硬碰硬這種模式 一抱還一抱這種模式 變成了雙贏的模式 現在的美東台三方面三贏的模式 就把蛋糕做大 我這個蛋糕做大 蛋糕在哪裡呢 我不是把這個蛋糕放在台海 台灣那點地方 就做這麼大點大蛋糕 越做越小 中華民國做成這麼幾個小 變成一個筆尖 中華民國是那麼大的一個地盤 再變成一個筆尖 在那個筆尖上呢 在尺寸尖上 才去爭來爭去的 最後把美國給孝陷進去 就像陷入烏克蘭 陷入烏克蘭 陷入阿富汗危機 同樣 如果美國還用這一套 代理人戰爭的方法 來處理台海問題 包括通過這個 台灣海峽 都是班級石頭砸自己 你知道嗎 我今天說的 說的 這個是很清醒 對吧 我們要轉換一種 發展模式 美國從現在起 從現在起 我今天 為什麼這麼苦口婆心地說 我們要轉 轉變這種 依靠冷戰來發展 美國的國防軍 軍火商的一個 套軍火商的腰包 來贏得這個選舉 而是要用我改變 發展方向 發展模式 我建設自己 而不是去搞外面的事情 我把對外的毛 外交放在第二位 把建設國內 就建設放在第一位 培育市場放在第一位 根深固本 以至天下 中國為什麼呢 中國首先把自己的 自己的國家建設好 你才有實力 才能取信移民 才能夠向外去發展 這個美國也一樣 這個就是 踏山之石可以工業 美國你不能說 我靠一個直 美國這樣子 東一郎 西一郎 一個也沒辦成 烏克蘭沒辦成 台海沒辦成 越南沒辦成 越南沒辦成 阿富汗沒辦成 中東沒辦成 沒有真正一個 是搞經濟 把一個搞經濟的地方 基地發展起來 都是東一郎 西一郎 發動了這麼多戰爭 美國真正建設起來了嗎 美國的技術建設 這個清河以堪呢 大家看一下 對吧 所以說 你現在 變成了中國的 你看看那些機場 那些 變成中國 三四線城市 二三線 二三線 城市 這個來講 我們的後人 就會 責壞我們這些 現在這些 美國的管理者 政黨 領導者 政府 你們這個時候 你們為什麼不去搞建設 而是忙著去打仗 去搞破壞 去搞對抗 你搞這些對抗 對美國有什麼意義嗎 沒有 所以這種呢 這種的勞命傷財 自己呢 幫你石頭砸自己一腳的事情 我們現在要轉變這種思維方式 轉變這種發展模式 轉變這種軍事博弈的 對抗的模式 今天這個呢 我們建立聯盟 是建立什麼聯盟 是建設的經濟建設的聯盟 大家不是希望 大家不是希望 大家把全世界都搞成北約 搞成美國 那個 那個 打仗的 那個 靠這個 軍事打仗這個 爭天下 而是要搞经济建设 要搞社会资源配置 要把这些地方 美国开发新大陆 就是要搞建设 你打仗的目的就是 保持我经济建设 能有一个环境有个市场 所以我们能不能够建立一个 为了搞经济建设这么一个市场 这个才是取信移民 你这样才能把人民相信你拜登政府 而不是说 我们不是说这仅仅是一个 仅仅是一个关税的问题 而是能相信你拜登政府 有没有力量能够使国民经济搞上去 所以我说美国现在是危机的前沿 这个就相当于1933年的美国 就相当于改革文化大革命以后 对吧 这个也就是改革开放前 中国就是这么一个现状 经济到了崩溃的地方 就是文化大革命以后 大家都不搞生产了 不搞建设了 十年啊 现在美国这十年也是没有在忙着打仗 没有怎么搞基础建设 没有搞 没有搞这个这个叫企业 大家都在外游 而且都在外国去 外国去找这个找利用 然后呢回过来回馈本 回馈美国这个本土 而美国本土的生产力 和生产资源的已经枯竭 因为它就像土地荒芜屋里一样 我本来是现在的能够生产的东西 造船啊 汽车啊 钢铁 现在生产不下去了 因为没有市场了 没有竞争力了 因为什么 因为美国的生产力 生产的数字 已经落后于中国呀 落后其他的地方了 所以比较优势没有了 这就是国义 落入了一个 纳斯重复国义的陷阱当中去了 所以我们要看到未来 我们要怎么搞 要把自己预期 你要怎么 你为了这个预期 为了明天要搞美台关系 我要利用这些台湾人 到美国来 所以我要把美台关系搞好 我不是在 我靠你做几个芯片 就买几个芯片就搞 我说要你把整个生产 生产这个流程生产链 把产业链给带过来 谁来做这个工作 那么 戴琪嘛 戴琪就是最适合这样的工作 戴琪你用在对华关系上的 对华贸易上的一个谈判 那就用错了人了 把一个是 把用错了这么一个人 放一个错误的岗位上 那就是最大的错误 那就使美国将来的经济就发展不起来了 美中关系搞不好 因小失大 所以真的要呢 这个什么呢 我们就说一定要调整这个结构 调整一个合作的结构 调整一个大团结的结构 这个组织的效率才会有效率 这个思维方式要改变以后 才能因为这个 因为你的目标 为了目标 为了将来的发展这个经济 我建设的这个 这个目标 我今天和美国 这个这个 和中国有的关税问题 我明天 因为台湾问题 我帮你解决了 你明天 后天 你就把这个回馈我美国 怎么搞这个 共同搞建设 你又把产业内 你把产业内 先进的产业内带到美国来 你门槛 门槛低了 不行 一定要有先进生产力带过来 这个 是一个大套 这个是 真正的 我们不需要百万熊师郭大将 就需要你的产业 先进生产力的产业内过来 这个不管你台湾的也好 大陆的也好 因为我现在是需要建设你 建设美国 我把美国的城市建设好 把美国的乡村建设好 把美国的网络建设好 把美国的交通建设好 把美国的基础建设 你建设好了 市场活了 美国的经济就有了周转 就有了这个周转的血液 这血液就流通了 血液流通了 人就活了 就有了激烈 生命力就强了 美国这个叫做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所以我们就讲了今天晚上就讲一个 发展模式 这是转变 增长模式的转变 而不是靠斗争 不是靠冷战 不是靠围堵中国 来发展自己 围堵中国你自己的工程 自己没有搞好 你凭什么去围堵 你围堵不了啊 你现在第一岛链 台湾没有在第一岛链存在的价值了 你围堵它有什么用呢 空架子 就像万里长城摆在那里 有什么防徽作用吗 谁还怕那个什么 那个万里长城吗 你就像台湾摆在那里 谁怕那个台湾 这个飞机岛链 这个航空母舰 平平就过去绕过它 你的第一岛链 1000公里 美国的航空母舰进不去啊 那么是在那制造麻烦吗 给自己又进不去 又在那想进 这个就不是囚图困境吗 囚图困境 这就是囚图困境啊 大家不要不懂 你这个一定是输的 这个 这个是输的 还没开战 你就决定了这个团队 这个棋是输的 为什么说 你第一岛链没有用 军事链不存在 航空母舰进不去 因为你是在这里 这个在 专门的是航母杀手 对吧 东风11也好 整个都在那里把这个控制 这个第一岛链的控制方便内 进去进海防御 你就像谁到了美国的 美国的阿拉斯加 谁到了那个加勒比海 这个时候美国就紧张了 你让中国在台海 进入台海比较紧张 而且你明明是往火坑里跑 你是提油救火 你本来就在人家的坝子之下 你最挑衅人家 你跑到家门口里 美国有一个历史 谁要跑到别人私人的领域去 家阳领域去 那用枪 这个主人这个枪就可以用枪来把它打死 不不法律承认 同样嘛 你跑到那个中国那个台湾海峡 台湾就是中国的这个主权 就在中国中国主权 它是国内问题 你管它干啥 管不了 要就管 狗懒巴堆死 你把自己 劳民伤在你伤害了自己 这个就是让人家就想不明白 美国这么先进的一个 这么先进这么发达 这么前沿的一个 博弈这么一个 一个劳索 怎么犯这么低低一个错误呢 拜登总统 我看2008年在资本大学那个讲演讲得非常好 奥巴马在上海大学讲的东北关系 条理清洗逻辑性非常强 利益的纳斯共同点 就讲了合作发展 这个就是真理 合作 只有合作 才是真正的道理 才是硬道理 你如果搞对抗 都是两代俱伤的事情 所以这个东西对美国没有一点好处 这个就叫 你打仗来打到什么程度 你打仗的时候能把美国打负呢 没有可能嘛 所以我们要想 其实 把台湾给了 就放弃台湾 因为台湾是第一岛 它这个第一岛的岛链没有意义 我再重复一遍 第一岛链对美国没有任何意义 现在已经名存实亡 日本人胡驾胡威 也就是一个 想拉着美国下海 拉着美国下水 这个毫无意义 包括南韩 日本 你最终的来讲 按照地缘政治来讲 你还不如 去搞这种斗争 搞这种对抗 制造仇恨 这个制造仇恨 你去通过台湾海峡就制造仇恨 台湾海峡 紧张就是制造仇恨 对美国一点好 你不是说 两个人站在欲望相当 我就余庸得利了 我美国没有得利啊 所以呢 我今天呢 就在晚上呢 加着一点班 就说 把敌人呢 化成朋友 朋友越多越好 敌人越少越好 对吧 这个就叫 中美关系呢 这么多年 经历了这么多的风风雨雨 到了现在 我们要想 还是合作的时间好 对吧 还是中美合作的这个时间 机会 包括奥巴马时代 这个时代 还是 比这种冷战的时间 比这种对抗的时间 要好得多 比安全的多 对不对 这个时候拿 大家谁要去想呢 去跟你去搞这个对抗 去搞核扩散 对吧 所以在这里啊 我们就讲 核 是双赢 斗 是两败俱伤 所以说 我们有一千条理由 这句话 我觉得这很对 把中美关系搞好 没有一条理由 把中美关系搞坏 我倒不是说 这合作呢 这个合作博弈呢 都是最好的 合作博弈就有这么一个 规则 不要嫉妒 中国发展起来了 不要嫉妒 最多目的是要改变自己的生态 这个经济 改变自己美国这个经济环境 大美洲这个经济 把大美洲啊 加勒比海搞成比东盟还要更加强大的这么一个 更活跃 更加强大的这么一个地方 完全有 完全有必要 完全应该 这是你美国自己家门口啊 就在佛罗里达州的旁边呢 你这个家门口你搞好了 对美国来讲只能有好处 大量的人只能有好处 没有坏处嘛 所以这就是我的增大未来的希望 对未来我们要有个愿景 你没有远见 就看到现在 就看到我拜登这四年 这两年 还有我能不能这样 这个不行 我站在这里 现在我站在中期选举之前 我要想到 未来这个2004年前 在我最后这一棒子 我交给下一个带 我交给什么一个摊子 他能不能继承我现在的一个开的头 就像邓小平 我打起来这么一个基础 他能不能继承下去 比如说我开了这么一个 美中合作这个 共建家园 这么一个经济共同发展体 共荣圈 大美洲这个共荣圈 大家的经济贸易共同体 你肯定干不完的 拜登你今年79岁了 你把这两年干好 干出产 建立一个工训 打了一个底子 就得埋着一个大美洲经济共同圈 这个T2 T2这个种子 后来的 后来 你不要怕后来没有人 只要大家觉得好 看出了名堂 大家愿意到美国来投资 那就不是像现在台积电也好 这样的红杆的国际太平洋 前怕狼后怕火 又怕死在这个 这个长江后浪拍前浪 后浪把前浪给拍在盘头上 这个就不会有这样的局面 就会真正的就像前浪推后浪推前浪 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 就会将来的就这样子 因为现在进入这种良性循环 现在是恶性循环 每况愈向 对吧 你改变 现在我有了远见 我今天我就知道今天怎么去做了 而不是把我今天就要扛了 我明天怎么样的出一条船 到中国去 出架飞机到中国去找找事 挑逗一下台湾那些台独分子 去搞搞台独 搞搞正 这个就招猫斗口的事情 你现在答应了 事不宜没有 事不宜无益 你现在这种做法就是 一个是没有履行 这个不支持台独这个承诺 一个是没有履行 我不干涉中国的内政 不跟你中国搞冷战 而你又搞冷战 这个你就叫背叛 背叛自己的诺言 就失信于民 失信于民呢 就失信于天下 将来也会 你这些族意 对乌克兰没有好处 就会失信于乌克兰 乌克兰感觉上当了 你现在这些搞支持台独 那些好看 你就搞这个表面上 这个招猫斗舞 这个画圈绣腿 就骂两声 骂两声 独裁专制 这对台湾人民一点好处都没有 招来的只不过是一浪 高过一浪的贸易摩擦呀 封锁呀 还有这个武统的声浪 那么现在问题就很明显 台湾台独就生存不了 台湾生存不了 干脆我就 我就跟你台湾人讲清楚 台独不可能 独坛也不可能 台湾这个土地是中国人民的 是中华民国的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华民国的 完了 跟你讲清楚了 这个市场就在这里摆着 这个定位就在这里 这个你就不争了 这叫现在名分有了 名正言顺 是中国的土地 没有台湾人民没有主权 台湾当军没有主权 为什么 这个台湾的主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代表中华民国的主权 台湾在永远永远不会有 你这个台湾当军永远永远不会有 除非你打得过武斗 你凭你的实力把这个打下来 就像凭着乌克兰能把科罗尼亚 把这个杜巴斯给打下来 那个你可以 你现在打不下来 没有这个实力 就不要去说这个话 所以 改进我们现在的价值标准 什么叫做赢了 什么叫输了 美国建设起来的才叫赢了 台湾这个地方丢不丢 这个地方 不是 就是不要去争台湾这一块 一块小的小小的 针尖大的这么一个土地 一块岛 这德斯岛的德斯 这边一个掉地岛的德斯 台湾岛的德斯 就像美国 争一个在太平洋上 一个小岛一样 得一块 美国发展不起来 不失去 而失去一块呢 反而我失去它 我能调动 调动中国大陆的积极性 也能调动台湾的积极性 怎么样呢 就把坏事变成好事了 就变成三家都赢了 台湾呢 台积电也好 产业电啊 都过来了 这个大部队都过来了 就是一个迁徙嘛 由四海为家 人挪 就像过去移民 南迁 或者是北上 北飘 就等于这么一个飘嘛 哪里好都到哪里去嘛 人往高处走嘛 美国既然是自由 民主 人权 台独所追求的价值 你求人得人 求独得独 有什么怨言呢 所以 戴琪 你就动员 动员很好动员了 你说 你以美台贸易代表这个身份 你动员蔡英文 萧美琴 还有蔡英文 吴钊燮 苏贞昌 还有国民党的 这个 We are here We are back 朱立伦 他们有很深的美国感情嘛 能把你的号召力带上你的全党 全军 全岛人民 都来美国都没有 这个真心实意来 在美国搞建设 建设一块自己的家园 独立美好的家园 这个比在中国 中华民国的台湾 建设的要有意义得多 安稳得多 这就等于说 为什么这些 这个清教徒 坐着五月花号 坐着一条破船 跑到了美国大陆 建设了这么大一块土地 建设的现在比原来的清教徒的 原来的独击国要好得多嘛 他们再也不再去想去 想那个 美国再也不再去想 这个安克兰 那个英国 那个大英帝国 那个那点权力了 对不对 葡萄牙也一样嘛 你虽然用五个枪打下来 你最后你这个途径 你真正让人家 在这里能够安家乐业 能够建设的 比你西班牙 比你这个荷兰 比你这个欧洲 要建设的更好 这个才叫做 后来者居上 才叫做 给大家提供一个 扩大了一个 我们县 才是我们未来人 我们现在人 所建设的美好家园 而不是靠 而我肯定是 就 你过去呢 我看到 欧洲的很多街道 都是很古老的街道 我肯定现在要建设的一个 一个在美国也好 建设的一个家园 要比你过去的那个 那个古老的街道 那个吴华复兴时期的那个街道 要好多嘛 这个给新的生活 有新的生活 5G啊 交通啊 还有这个 环境啊 空气污染啊 这医疗水平呢 制造能力啊 都可以搞活嘛 这个就是预期 最终预期 我把这个搞起来 这个叫合作嘛 这个 所以我们 虽然是自私的 每个人都在 考虑自己的利益 台独也在考虑自己的利益 那个 台积电也在考虑自己发展利益 中国大陆 也是考虑自己的 本身发展利益 大家都是很自私之利的 但是美国就能把这些人组织起来 这个自私自利的人也能合作 你找到一个合作 这叫做什么 你找到一个合作的工程 建立一个合作的模式 合作模式怎么样 我是从大陆来的 对吧 我是搞个开放 从一开始我就 进入了就改变了 我就知道这个 一定要发展生产率 要把这个制度 完全不同了 我把最先进的 我不懂哪一个先进 我把先进东西引进来 我看着他 我模仿他 我照着他学习 学着 这个 十七支 这个叫做 有方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我学着事情 我就学会他 就博彩重长 中和就是创新 我在这个 在学习的基础上 创新 我就会超过他 我就会超过中国 我原来中国就会超过美国 美国就会超过什么 在一样里面 这叫良性循环 就生产力就发展起来 人类就进步了 这是个良性 政治 所以第一不要嫉妒 第二不要首先背叛 不要去想一报还一报 对吧 我要背叛 你先去合作 我不和你合作 我要把你破坏 你就合作 这个就不好 不要耍小聪明 不要觉得自己啊 在这吃亏了 吃亏就是赚便宜 吃亏就是赚大 不要以为我现在丢了一个台湾 我吃了好大的亏 台湾那点 这么大点东西 我换来了 这个大陆人的 对美国的信任 对吧 然后美国是讲信用的 这一层天下动 天下人看到美国这么好 这么好的一个关系 跟台湾人 搞台独的 搞独裁的 民进党也好 国民党也好 找了这么一条出路 发展那个 开拓的这么一个 舞台和潜艇 全世界人民 只能更加羡慕 和尊敬美国这种 老大的地位 而不是靠你的枪杆子 靠你的航空母舰 在那耀武扬威 到那台湾海峡去走一走 南海去叫一叫 去飞机去撞一撞 去搞个侦察 这个东西是劳命生产的 大家没有 你那点东西 这个 就叫潜于地穷 所以呢 不要搞小聪明 对吧 也不要 这个呢 就叫因小失大 最终这结局 不会有好差 所以 好人策略 永远是上 永远是主流 但行好事 不要问前程 就是 我帮助 中国完成了统一 你中国怎么样的 回报我的 美国的建设 建设家园 而且美国 美国真正的建设家园 美国有这么多的 中国台湾人在美国建设的好好的 这么说什么 美国这种制度也好 自由也好 什么样 为什么能够这样子 能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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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也反过来 也影响大陆 大陆也会在文化上 制度上 也会自觉地进行改进 有什么不好呢 所以说 我们要 这是两全其美 但行好事 莫为前程 我们鼓励人们去 做好事 不要鼓励人们去 增加仇恨 打仗这事 你就增加仇恨 尽量不要打仗 乌克兰这个模式 就是增加了很多仇恨 本来军地上 都是斯拉夫民族 都是基普 大陆 基普公国 所以 只要大陆 和解决台湾问题的时候 不打仗 你愿意留下来 承认台湾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是台湾代表中华民国 这个法律地位 这个你留下来 建设大陆 台湾 大陆 就是中国 中华民国 台湾也行 你不留下台湾 你不愿意留下来 你认为 中国大陆那种制度 或者一言堂 或者专制 你不愿意在那 你改变不了 连那谁都改变不了 连美国都不愿意改变 现在中国这种体制 你何必呢 你既然 这个你汉山益 汉这种共产党就难嘛 你改不了 改变不了共产党 你就到 你要到美国 这个民主党啊 共和党啊 你就参加他们这个 这个这个 美国这种政治 这个这个这个汪洋大海当中去 建设美国嘛 你在那里去寻找你的 去建立你的自由 自由自由 自由 人权民族 对吧 价值观嘛 这个 你既然 你求独得独 求人得人 列经的 似得其所 你这种子 何乐而不为呢 你为什么要纠结 纠结在台湾这个地方呢 伊克松的吊死呢 很多大陆过来的人 他也不是在这里 原来这本来也不是在台湾的 那么他们后代 也可以到美国去嘛 也可以到日本去嘛 你愿意到哪去到哪去 但是你要是他留在台湾 你就要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宪法 就要遵守 联合国这个宪章 就要遵守2758号局 这个就是一个明的 堂当正正的讲 打开窗户 说亮话 明明白白 来跟你讲清楚 台湾不可能 大陆一定要收回台湾这个地方 因为第一岛链 它一定要破 这个第一岛链 实际第一岛链 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已经破了 已经出过第一岛链了 美国已经退到第二岛链 第三岛链了 所以这个问题呢 美国人也要讲清楚 我们现在要收在军事上要收缩 我们11个航母是不是可以砍掉一半了 中国为了搞改革开放大裁军 三百万军队变成了一百万军队 对不对 这个就是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 我不能够有那么多钱花在军备上 去搞这个武器竞赛了 对美国来讲没有肌肉 你们别的国家愿意买武器 你可以到美国来买 买什么过去用的武器 都可以卖给他们 这个武器还照样生产 但是我的外头的军事 军事设施 我的军事要减少 我回过头来 我把全都收回来 收回来搞美国的建设 收回来就搞建设 我才有力量 我把手都这么张的 我就没有力量 所以说这个道理呢 这个生活道理 世界都是大成的 我虽然是讲不了英语 但是我把这个道理 跟拜登 跟特朗普我们讲清楚 我们不要去 作为政客来讲 不要去摊那点小便宜 收点贿赂 占点小便宜 你不募了大事 吃了大亏 让美国吃了大亏 所以说 真正来讲 一个是搞经济 一个是要速摊 要整顿美国将来的政治上的 还有外交上的 还有国会议员的 新政连接 这个风气 不要把 能够占台湾这点贺的 收点贿赂 然后就说点贿赂 发点不义之财 做一个光红 做一个潜规则 这个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来讲 是个伤害 这个最大的伤害 最后你因为这个事情来 伤害了美国整个经济改革的步伐 所以一边要搞建设 一边要反对 这个亲民这个贪通腐败 贿赂 我今天晚上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美国整理能量 洲 화豪 AWC ·乖 fl湾 漫 America, America, God shed His grace on thee And crown thy good ways from thy home From sea to Xiangling sea Be on the years, thy ambassador, the king he claimed And did my human tears America, America, God shed His grace on thee And crown thy good with brotherhood From sea to Xiangling sea